在內容的審核上,臉書、推特等公司其實更有招數 前段時間,臉書、推特以散布假新聞為藉口 封禁了一批發佈客觀理性聲音的中國帳戶 在此同時,大量歪曲事實,攻擊抹黑中國聲音的謠言信息卻大行其道 充分表明臉書、推特等公司的內容審核其實非常精準 如果說要取經的話,可能找他們更合適 更多精彩尽在中國新聞網客戶端